大家好我是梁老师 前几天跟我老公去逛海鲜店的时候 他们门口有卖那种生烟螃蟹 当时我老公很想要买 当时被我自制了 今天买了几只三点蟹 打算自己在家做 先用刷子把表面这些刷干净 今天买的这4只螃蟹刚好花了40块 我主要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买那种 主要是他不新鲜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活的那种蟹 做的所以自己在家做比较安全一点 这种螃蟹看就很肥你看 外面这一圈红色的你看到没有 都高啊 都是高 所以说看螃蟹最好是大太阳的时候去看 对 或者就是自己拿一个灯去照 我看很多专业的都是拿手电筒 对 首先先把大拇指给卸下来 再把一些不要的给他处理掉 像这种塞是不要的 这个不能吃 像今天买的这个三点蟹就很多高 把这嘴巴给他剪掉 然后再放过来 这个是要给他剪掉的 像这些小饺扁的部分给他剪掉 因为没有肉 再把这些肉给他剪成小块备用 因为买的这个螃蟹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剪成四半 像这个壳的部分中间有个胃 一定要给它掏掉 这个是不能吃的 把这些边缘给他修剪一下 大拇指这些用刀背给他拍碎 等下更入味 再倒入适量米酒拌均匀 朋友们这一步主要就是为了杀菌消毒的 给他拌均匀过后给他放置五分钟 准备剥好的大蒜 先拍碎 然后切成蒜末 一小块生姜切末 两根小米椒七圈 剩下香菜切末 准备一个柠檬对半切开 然后一半给他挤成汁 朋友们我不说的话 你们看得出来这个是青柠檬吗 放到冰箱结果变色了 变成了黄色 然后再切几遍放进去为了好看 加一勺白糖 四勺酱油 一勺鱼露 没有的话就用盐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让这个白糖融化 螃蟹这个我们把多余的米酒倒掉 把调好的酱料倒进来 翻拌均匀 对了朋友们提醒一下 像这种生烟的食物 就肠胃不好的 或者是小孩子就建议不要吃了 我们家可能就只有我老公爱吃 这一盆真的全部都是你的 没人给你抢 算大 虽然都是老公吃的 但是还是给它搞个精致的盆 然后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边下冷藏 4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这种是腌制月酒入味 今天晚上做了一道香煎豆腐 白灼虾 排骨汤 还有韭菜炒腰花 萝卜宝 这是我老公的生腌螃蟹 没有 你们爸敢不敢吃 不是 这是生烟的 吃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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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哥 可以吃 尝一下嘛 你家人嘛 我做 妈妈 够 够了 够了够了 等等扫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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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腰花 今天终于预定买到了腰花 平时很少买得到 汤 汤 合适 杨妮一顿吃都完吗 一顿吃不完 这种分几顿吃 越吃越入味这种 这种敢吃的就很喜欢 不敢吃的就一口都不能碰 不敢吃 不敢吃 妈妈包 要妈包 妈包 你吃 好吃 你吃 慢慢吃 你看弟弟够的包 自己动手 这么棒 妈妈 我包了 哇好厉害啊 还得自己剥 哥哥你要自己剥了吧 要不要 要 对 大家自己动手啊 妈妈 这个尾巴 我真的忘记沾汁了 妈妈 这个尾巴 我真的忘记沾汁了 妈妈 抓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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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肉子在休息的 妹妹 奶奶舞抱抱 今天去上学太快一点 太新 还有甜甜的牛奶盒 还有甜甜的牛奶盒 牛奶盒 有生日吗 没有 他们现在不是 不让在学校过生日 不对 亲自了 人家做点心的 早上点心 早上来 早上来